南方车站的聚会是导演刁一南在白日烈火之后的又一例作 作为国产电影界燃燃升起的一颗新星 这是他的第四部作品 是当年入围第72届嘎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 本片依旧延续了他钟爱的黑色电影类型 并在风格化上做出了一些尝试 叙事上融入了侦探悬疑动作等元素 影片故事灵感来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 主要讲述了虎哥饰演的偷车贼周泽农 在重金悬赏下走上了逃亡之路 寻求自我救赎的故事 扫兵就不开了一枪 导演 标一南喜欢车站 这是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人们在这里上演着聚散离合 好像命运的中转站 影片就开始于中国南方的某车站 胡哥饰演的周泽农 和桂伦美饰演的陪勇女刘爱 在这里相遇 随着他们节奏缓慢的对话 双方依次 间断性的陷入回忆 他们各自都有着不愿告人的目的 在南方潮湿朦胧的雨夜里 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 周泽农是某拖车团伙的大哥 由于地盘分配不公平 他的手下与其他团伙发生了争执 这场争执持续上升 最终造成了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周泽农成为了亡命天涯的逃犯 他在不断逃窜的过程中 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计划 就是他想让自己的老婆举报自己 从而获得那笔30万的巨额赏金 周围的人都在虎视眈眈的盯着那笔赏金 警察也在大规模的搜捕他 最信任的人也在利益驱使下出卖了他 没有人可以相信 他一心只是想确保 他五年未见的老婆可以拿到赏金 无论他最后被捕或者被杀 于是他躲到了臭名昭著的犯罪猖獗的野鹅湖附近 周泽农让曾经的兄弟华华帮忙联系他的老婆 不料华华也有自己的算盘 他让陪友女刘艾艾引诱周泽农到警方的陷阱之中 并答应事情办成之后会分给他两万块钱 而另一边其他帮派势力也想把周泽农赶尽杀绝 毕竟他知道太多的内部秘密 在各方势力压迫下的刘艾艾 一边不得不帮助华华 一边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想自己独吞赏金 但在尹忧周泽农的过程中 他渐渐地与周泽农产生了暧昧 并对他的老婆产生了同情 周泽农和刘艾艾去了一个小饭店 两人都点了牛肉面 周泽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刘艾艾起身去付钱 然而他迟迟没有反馈饭桌 随之而来的则是警察 在一阵慌乱逃命之后 周泽农最终被枪毙 刘艾艾拿到了这三十万赏金 他也没有辜负周泽农的信任 刘艾艾和周泽农的妻子 拿着这赏金 二人相互搀扶地消失在了 刑警大队队长若有所思的目光之中 南方车站的聚会 是一个关于垂死挣扎之人的故事 作为一个曾经的猎人 现在变成了猎物 周泽农知道他的命运不可避免 但他决定与其成为别人的猎物 不如自己成为自己的猎物 周泽农或许渴望着自由 他时不时地望着自己手上的鸽子纹身 思考着什么 他拿枪指向那片虚无 质疑着什么 他身上背负的巨额赏金 也许是他这辈子最有价值的呈现 影片80%以上都是夜场戏 导演充分利用了玻璃 薄膜和雨的折射等光影 加上各种霓虹灯的效果 令影片营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 特别是在动物园追捕的一场戏 黑暗之中快速剪辑闪现的猫头鹰 老虎 大象等动物的特写 令人惊心动魄 充满了对峙的紧张感 挑战这些复杂的边缘角色 演员们都付出了许多努力 胡高为了从外形上贴近角色 定期去美黑 并进行长时间的体能训量 让自己看起来更能打 更是减肥拉达到憔悴疲惫的状态 贵伦伟为了学习武汉话 在电影取景的桶子楼里面住了一个星期 以求用方言为主拐进入角色 我自己本身性格里的 大家习惯看到的比较慢 比较温的那个部分反而会淡化 因为你讲的那个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胡高的演艺生涯的迎评首秀 说起选择胡高的原因 导演刁一南说 自己在一个杂志上看到胡高的照片 被他的形象打动了 那张脸后面仿佛有很多故事 可能藏着一个非常叛逆的人 胡高说 我是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我一直在等一个好剧本 好角色 受投入金的感觉 你可以说我一直在等 在等一个 我有表演冲动的这样一个项目 一个剧本或者一个角色 南方车站的聚会 正像导演刁一南所说的 基于对生活的敬畏 我们自己不能变成权威 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 人应该是什么样 不是这样的 生活是有秘密的 我们应该敬畏它 我们尽量去展现证据 不展现结果 你体会就可以了